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谢谢 随着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科学发展也进步 现在电子产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常见 不管是压压学义的儿童,还是退休在家的老年人 平时也离不开电子产品 这就导致了人们在视力方面越来越弱 很多人经常会感觉到自己的眼睛特别的疲劳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 甚至还会出现一些眼部的疾病 例如老花眼、肝眼症、白肋胀、青关眼等等的问题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美食 对于眼睛问题有很大的改善 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首先我们来准备适量的秋葵 现在也是秋葵正当上市的季节 特别的鲜嫩而且又营养 秋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水分高,脂肪含量少 而且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上食纤维 是一种脑哨皆宜的健康蔬菜 秋葵富含果胶和多种多糖物质 能够缓解疲劳、恢复体力 同时还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抗病能力 对于老人维持健康的身体 有很大的帮助 秋葵还富含维他命A 这是一种有益于眼睛的成分 能保护视力 老年朋友多吃一些秋葵 有恢复视力和减少疲劳的好处 秋葵中含有的维生素A 对眼睛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可以保持良好的视力 其次秋葵中含有的果胶和多糖 可以缓解疲劳、恢复体力 增强人体免疫能力 对于老年人保持健康 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秋葵还能够保健肝脏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秋葵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微量元素以及果胶等 这些物质食用之后 都可以保健肝脏健康 同时还可以增强体力 对于一些脾胃损伤 情况有很不错的缓解作用 我们先用清水 把秋葵表面的绒毛 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把它切碎 然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来准备一小根的胡萝卜 先把皮消除干净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是眼睛神经细胞代谢的 重要营养成分 因此吃胡萝卜对眼睛有明显的益处 可以增加眼部神经组织的功能 维持眼神经细胞的正常代谢 提高眼睛抵抗力 经常吃胡萝卜对于视网膜 以及眼部健康有益处 胡萝卜素进入机体后 可以通过相应的反应 变成维生素A 维生素A可以间接帮助 结膜、角膜等部位正常工作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眼睛干涩 维生素A又名黄醇 是眼睛视网膜感光细胞中感光色素重要成分 机体维生素A含量低 会导致人们在灯光黑暗处看不清 而在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吃胡萝卜 可以使机体补充维生素A 提高人们在灯光黑暗时 事物的能力可辅助预防阅蛮症 胡萝卜中具有大量的液环素 而液环素是眼睛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成分 可以帮助视网膜抵挡 外界强烈的紫外线 对眼睛进而能起到保护作用 并且可以维持视力的持久性 使视觉反应得到提高 胡萝卜中的维生素A 可以对视网膜的神经细胞进行滋养 从而可以辅助保护视力 胡萝卜去皮后我们取出一小结 先切片再切湿 最后切成像这种小颗粒状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在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在碗鸡蛋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是鸡蛋的一倍 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筷子将它们充分的打散开 融合在一起 吃鸡蛋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鸡蛋中含有大量的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可以帮助维持眼睛的正常功能 鸡蛋中富含蛋白质 卵磷子 维生素 钙 鲜等营养物质 适端的吃鸡蛋 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 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同时还可以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例如叶环素 玉米环素等 有利于眼睛的发育 鸡蛋有保护视力的作用 而且青少年和老年人经常看手机 看电脑 就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秋葵鸡蛋多这样煮来吃 可以补充身体的维生素A 而且吃鸡蛋能够保护视力 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 叶环素和玉米环素 能够保护眼睛不受到脂外线的伤害 它们同时有助于减少患脑连白肋脏的风险 鸡蛋中含有半光氨酸流 卵磷子、氨基酸和环体素 吃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办公室一组 和学生、老人一组都有很大的保健作用 把鸡蛋和胡萝卜充分地打散之后 我们再把切好的秋葵也放进来 再用筷子充分地搅拌一下 让秋葵和蛋液也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用大火水开上去开始计时 蒸15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 评论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打开盖子 哇真的好香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秋葵蒸水蛋就蒸好了 然后我们碗里面淋入一点点芝麻香油和生抽 把它淋均匀在表面就可以开吃啦 经常用秋葵这样吃 对于眼花木昏 眼睛干涩 老花眼 非纹症等等的眼部疾病 有非常好的治疗和保健作用 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预防 视力下降 其中的玉米黄素 在视网膜大量的积累 可以减少紫外线的刺激 保护视神经肤受损 大部分的食物中的玉米黄素含量很低 唯独秋葵的玉米黄素含量是一枝独秀 老人孩子和上班族都可以多用秋葵这样吃 对于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秋葵蒸鸡蛋除了保护视力 保护肝脏 滋阴阳血 美容养颜 那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D 胡萝卜素 维他命C 其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D 对于保护视力有很好的帮助 大家都知道秋葵中带有一种粘叶质 经常食用能够促进消化 保护肝脏 健胃 消食 秋葵蒸鸡蛋 老人孩子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